在小庄密室当中 有一位颇具纯奇色彩的丫鬟 虽然身是丫鬟 但是人却一点都不配见 不仅拥有惊人的财貌 还貌美无双 最要的是他历经五代皇帝 在百年之后 康熙更是痛哭流涕 要将他葬以非礼 这在中国历史上绝对是头一份 做丫鬟能做成这样 也是人才了 然而各位是否想过 这一切都可能只是 康熙皇帝的一个骗局呢 这位丫鬟 就是大面鼎鼎的苏木尔 孝庄文皇后的贴身侍女 因为主子的故事太过传奇 导致后人常常忽略了 这个不平凡的婢女 孝庄文皇后和苏木尔 虽说是主仆 但实际上 两人从小一起在草原长大 情同姐妹 在孝庄成为皇后 苏木尔更是她的得力帮手 在孝庄去世以后 苏木尔那是备受皇帝的尊宠 不仅在顺之后提时 被人们尊称为苏玛拉姑 死后还被康熙以妃子之地葬之 据说是奢华无比 然而考古人员在河北发现的苏玛拉姑墓 似乎和历史记载有些出入 如果不是眼见为实 还真没有人敢相信 眼前这座空有奇异表的墓穴 里面居然如此破败 而且还是历史上 最著名的孝庄文皇后的婢女 苏玛拉姑的墓穴 我们带大家见识过 各类奢华无比的大墓 但是破败不堪 且值得拿来一说的墓 这还是头一个 那么墓穴里面到底有什么玄机呢 虽然这座墓穴距昭西林只有1.5公里 但如今着眼望去 地面上建筑已然不复存在 空荡的地面上 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宝顶 一开始的时候 传家觉得墓室外表简陋 其实也正常 毕竟在近代以来 先是八国联军侵华 后是内战品品 不少皇亲贵族的墓 都已经被破坏了 何况是一个没有名分的妃子的墓呢 然而走到里面一看 专家发现一切似乎并不简单 这墓道非常的狭窄 而且四周很昏暗 专家必须要躬着身子才能走进去 墙壁也非常的粗糙 不似之前 清朝贵族墓龄一般有壁画装碟 专家们想着 有没有可能是好东西都在后面呢 结果走到了中心墓穴 您猜专家看到了什么 竟然直摇头 感叹康熙 欺骗了众人 在这里 我们先卖一个棺子 在揭秘一切之前 还是先为大家介绍介绍 这苏木尔到底是如何从一个卑微的婢女 成为备受尊崇的宗马拉姑 苏木尔和萧庄文皇后一样 都是蒙古人 只不过苏木尔出身于牧民家庭 家里非常的贫苦 但是他却生了妻领 而且长得也非常的俏理 机缘巧合之下 苏木尔被当时的科尔沁贝勒府看中 随后便纳入其府邸 成为了科尔沁部贝勒斋桑的二女儿的贴身侍女 由此也开始了自己的逆袭之路 那么苏木尔到底是如何被皇帝所青睐 后来大清的皇帝甚至还把皇子交给苏木尔教养 这又是有什么缘由呢 苏木尔其人一生其实非常的矛盾 您说像我们古代还却是不少侍女变后妃的例子 然而苏木尔一生隔手本分 从未越雷尺一步 同时还背识皇帝信任 这其中必然有过人之处 我们刚刚说过的科尔沁部贝勒斋桑 其实就是布木布泰 也就是各大清宫剧当中 和皇太极多尔滚之间有了三角链的大玉儿 布木布泰后来嫁给了皇太极 成为了王府的侧妃 苏木尔在成为了布木布泰的陪嫁后 陪伴他从庄妃到太皇太妃 一路升级打怪 走向了权力的中心 那么布木布泰到底看中了苏木尔什么 为何一路提携这位普通的婢女呢 一方面苏木尔本人聪慧 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很争气 自从从牧民家被买到贝勒府之后 他就跟着布木布泰学习满文 在陪着布木布泰加入大清皇宫之后 苏木尔的谈吐和言行更是不断的提高 受到了宫内外一致的称赞 在皇太极死后 大清王朝历经了一系列的政变 最后布木布泰的儿子弗林继位 布木布泰成为了皇太后 当时布木布泰从蒙古带来的侍女 有的死了 有的已经放出宫去 兜兜转转 竟然只剩下苏木尔 一直陪在布木布泰身边 于是乎 苏木尔也成了布木布泰最为信任 也最为依靠之人 到底多尔滚和布木布泰有没有私情呢 各大政治也是都有自己的观点 我们在此就不赘述 事实上 当时弗林只有六岁 只不过是一个傀儡皇帝 朝堂内外全部被多尔滚拔持 当时多尔滚还自封自己的摄政王 离时之间 到底谁是皇帝 还真说不好 多尔滚为了防止弗林和布木布泰走得过境 直接干涉后宫事宜 不允许布木布泰看望弗林 于是乎 中间牵线搭桥的工作 就交给了苏木尔 后期的布木布泰发动政变 夺回了多尔滚的权力 历史上浓墨重彩地描写了 孝庄文皇后的铁腕手段 然而苏木尔在其中的作用 却被抹去了 但是从其中来看 各位应该也能想到 苏木尔作为孝庄文皇后的左膀右臂 有多重要的地位 后来的日子越走越好 1964年的时候 爱心觉罗玄业于出生 看着三世同堂 孝庄感到高兴不已 而这一切的功劳 则要归功于身边的苏木尔 孝庄此时做出了一个决定 让苏木尔当自己曾孙子的母妈 同时兼任皇帝的启蒙老师 到了顺日晚期 苏木尔觉得自己要入商随俗 于是乎就把名字改成为满族的名字 叫做苏玛拉姑 在改名之后 皇帝就称呼他苏玛拉姑 在清朝称呼姑 是宫中对长者的竞称 皇帝都这么巧了 和宫上下 苏玛拉也算是年纪最长的一辈人 底下的宫人也就跟着这么巧了 在顺之皇帝驾崩之后 康熙帝继位 这又是一个幼年皇帝 而苏玛拉姑的要性 则再次得到了发挥 对清朝最重要的女人是谁 受到清宫剧的影响 可能有人会说是 纽古陆氏申还 也有可能有人会说是 大玉尔 更有朋友可能说是 后来的慈禧 但是肯定不会提到 宫女苏木尔 然而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 告诉各位 如果没有苏木尔 很可能就没有 后来的康乾盛世 这个时候的苏木尔 已经可以称为是 苏玛拉姑了 他对于康熙 那可是有救命之恩 根据史料记载 康熙在两岁的时候 被安排到阿哥所躲避天花 当时被校庄 派去照顾康熙的 总共有两个嬷嬷 也就是 如母刮尔加氏 和保姆普氏 仅仅有两个外人 照顾康熙 太后自然是不放心 于是乎 就派出了苏玛拉姑出马了 当时校庄文太后 只给了苏玛拉姑一个任务 那就是以天子的要求 去教导康熙 从后来的结果来看 苏玛拉姑也教得非常好 等到康熙六岁的时候 她得了天花 也意外的好了 苏玛拉姑帮助康熙 向校庄文太后申请 以康熙已经有了免疫力为由 申请要回紫禁城 这也被校庄文太后允许了 故而苏玛拉姑 对于校庄文太后和康熙 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校庄文太后 称苏玛拉姑为自己的姐妹 康熙则称 苏玛拉姑为阿母 从史料上看 康熙从孩子时候 一直到成年以后 都尊称苏玛拉姑为额孽 也就是母亲的意思 个人认为这里面 有着两层不一样的意思 一是康熙在事业上虽然成功 但是校庄文太后 一辈子都在操心前朝 根本没心思照顾康熙 两人虽然是有血缘关系 但实际上却疏远得很 她本人和苏玛拉姑 平时聊的话 都比和校庄文太后的多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 苏玛拉姑对康熙而言 更像是亲人 第二点则是 苏玛拉姑一生 都为了大清的继承而努力 她也没有解决自己的个人问题 苏玛拉姑直到死 都是无儿无女 所以她在某种程度上来 已是将康熙当成了自己的儿子 无微不至地照顾她 所以他们之间的情谊 那真的是普通主仆 所代替不了的 在校庄文太后 寿终正寝之后 苏玛拉姑没有马上离开皇宫 而是被康熙所挽留 继续留在皇宫 照顾康熙的第十二子 樱桃 那么康熙 真的只是想让苏玛拉姑 帮忙带孩子吗 个人认为没有这么简单 当时苏玛拉姑年纪不小了 而且宫里有能力的嬷嬷 也不少 大清皇宫有一个习惯 那就是没有紫色的嫔妃 可以收养没有母亲的皇子 一是为了打发时间 二是为了未来有个依靠 当初康熙很有可能 就是这个打算 苏玛拉姑一生都待在皇宫 最终离开人世的时候 已经93岁了 这在古代真的是非常长寿的 话说回苏玛拉姑的陵墓 《笑亭杂录》曾有记载 苏玛拉姑执康熙已有史诗 葬以贫礼 依于朝夕灵策 时也多说 苏玛拉姑陵墓里 有各种各样的陪葬品 后人无不感叹皇帝的仁慈 然而专家组在进入陵墓中心后 发现只有一个简单的骨灰盒 简朴的连商家户的墓葬都不如 这也让人很唏嘘了 看完这段视频 大家认为康熙对苏玛拉姑陵墓的设计 到底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告诉我们